我们的成功人生 Come on 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白天鹅破冰旧黑雁 在城市的东边 有一条大河 徐缓的河水 宛如纤细的手指 静静出出 弯弯曲曲 最后流入如温柔手掌般的海湾 每年秋季 有许多鸟儿会来这里竹窝 其中多是野鸭子和飞燕 当然其中也有高傲的白天鹅 白天鹅以一种高位的姿态 向河面飞来 它们投井高台 高傲而无味 因为这些白天鹅 每天都会有好多人 聚集在河边 聚集在河边观察欣赏它们 你们看 天鹅飞过来了 是啊 它们可真漂亮啊 哇 好漂亮的白天鹅 它们终于飞来了 是啊 这些白天鹅 就像高贵的公主一样 你看 这些高贵的天鹅 在蔑视那些丑陋的黑雁呢 也是 那些黑雁 哪里能比得上天鹅 哎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我们人类会因为动物的相貌 将其进行高低贵贱的区分 但是 对于动物来说 它们是不会觉着谁高贵 谁低贱的 在它们眼里 所有的生灵都是平等的 是这样吗 可是我怎么总觉着 这些白天鹅 根本就看不起那些黑雁啊 你看 这些天鹅 对那些黑雁 表现得非常冷漠 甚至可以说是蔑视 冬天的时候 雪花和洞雨 总会光顾这个地方一两次 如果赶上雨雪 发生在河流最狭窄的地段 或者当时正值水浅 河面就会结冰 哦哦 这么冷的天 那些鸟儿也会跑到河面来啊 哎 是啊 这条河通常是不会结冰的 所以鸟儿便会来这里寻找食物 不过 最近水位太浅 如果天气再这样冷下去的话 河面很可能会结冰的 这一天 天气突然转冷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 到了清晨 整条河都被大雪 镶上了白色的影边 刘先生和朋友一大早 便来到河边拍摄雪景 这场雪可真大 若不是这么大的雪 我们也拍不出这么美的照片来 是啊 昨晚天气好冷啊 柳哥 你看 河水都结冰了 嗯 这条河难得结冰 这种景象可一定要拍摄下来 哎呀 你看 河面怎么会有只黑雁呢 河面上有只黑雁 这怎么可能啊 要知道现在河面上都已经结冰了 怎么可能有黑雁呢 你看 那里 那不是一只黑雁吗 真是太奇怪了 河面上都已经结冰了 这只黑雁还来河面做什么呀 它不会想要在结冰的河面上留冰吧 你想这只黑雁会不会被冰冻在了河面上 天啊 它真的被冻在了河面上 这 怎么会这样 要知道 今天还会有冷空气的 如果 这只黑雁不能尽早离开河面 它很可能会被冻死在这里的 那怎么办 我们要帮帮它 帮帮我 我被冻住了 那只天鹅怎么这样无情啊 难道它就不能降落下来 帮一帮那只可怜的黑雁吗 我看 并不是那只天鹅无情 它这是无能为力啊 你想 一只天鹅 如何能打破河面的冰层 救出这只黑雁呢 是啊 我们现在也是无能为力 那现在要怎么办啊 河面上的冰还不足以承受一个成人的重量 因此 刘先生和他的朋友 无法从冰面上走过去救那只黑雁 就当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群白天鹅从空中飞了过来 啊 这些白天鹅想做什么 是啊 它们这是要把那只黑雁围起来啊 它们究竟想要做什么啊 哎呀 这些天鹅不会是要袭击这只黑雁吧 天啊 如果是那样的话 这只黑雁会被天鹅的利会 折得千疮百孔的 天鹅是不会伤害它的 我猜这群天鹅应该是要救它 你说这些天鹅要救那只黑雁 嗯 天鹅们长长的脖子 时而抬起 时而弯下 一次又一次地灼着冰面 过了好长时间 冻住黑雁的冰块 变成了一小块冰坨 好了 你现在已经自由了 谢谢你们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没什么 如果不是小千来这里寻找食物 还发现不了你呢 是啊 一开始我还以为你是在冰面上呢 后来发现 原来你的脚被冻住了 所以我就叫来了同伴 一起来帮忙 你看看能不能飞起来 如果没问题的话 那就赶快离开这里吗 黑雁拍打着翅膀 月月月室准备起飞 可是也连试了几次 它都无法飞起来 因为在它身下的羽毛上 还挂着许多冰块 不行啊 我没法飞了 我飞不起来了 原来是这样啊 没事的 我们来帮你 真是不可思议 这些高雅的天鹅 竟然在用自己的嘴 蹭着黑雁身上的羽毛 我想 那是因为黑雁身上的羽毛上 结满了冰块 从而让它无法飞起来 所以那些天鹅 在帮它清理那些冰块 没想到这些天鹅 不但有着美丽的外表 还有一颗美丽的心啊 谢谢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终于 黑雁羽毛上的冰块 全部融化掉落 它极力地伸展着双翅 终于飞了起来 并和那群天鹅一起飞向天际 鸟儿都如此堵戈 相互帮助 还这令我们人类 感到有些汗颜啊 是啊 在这个频频发声 帮助别人反被陷害 以及因为担心被欺骗 进而避之不及的社会里 难道 反而需要这些的动物 来教育我们啊 城里的荧光 最受欢迎的 萤火虫主题公园 即将登陆我是 萤火虫 萤火虫 慢慢飞 怕黑的孩子 安心睡吧 让萤火虫 给你一点光 萤火虫 曾让很多人 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萤火虫主题公园 将再次勾起 大家的童年回忆 与幸福时光 真是好久都没看到 萤火虫了 小时候 我经常去抓它们的 好怀念过去的日子啊 是啊 现在都市里 哪里还有萤火虫呢 记得以前晚上 都可以看到萤火虫的 嗯 萤火虫主题公园 我们一定得去看看 真期待啊 我也好想再看一看 那些漂亮的萤火虫 爸爸 我想看萤火虫 我都没有看过 萤火虫呢 好啊 到时候 爸爸一定带你去看 这两年 与萤火虫相关的活动 在城市里 急剧升温 所谓的 萤火虫主题公园 就是在封闭的 大型空间中 用草皮和植栽 组成一个 临时的栖息地 让游客 可以直接接触到 飞舞的萤火虫 哎呀 只不过是用一个大棚子 养了一些萤火虫而已 票价怎么卖得这么贵啊 听说啊 主办单位 在这个主题公园里 放了十八万只 萤火虫呢 我还听说 每只萤火虫的 采购价是五元 主办单位 也是花了不少钱呢 啊 这些萤火虫是买来的 当然了 要不然 从哪里弄来 这么多的萤火虫呢 真是太美了 好久没看到 这么多漂亮的萤火虫了 是啊 竟然有这么多的萤火虫 好美呀 现在萤火虫 越来越少了 也不知道它们 是从哪里弄来 这么多萤火虫的 听说这些萤火虫 都是从萤火虫繁殖场买来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然而 主题公园里的萤火虫 是从繁殖场购买的 这全是谎话 因为这些萤火虫 都是从野外捕捉来的 那里有一家商店 我们进去买点水吧 嗯 我口渴了 正好买一些 咦 老板 你店里 还收购萤火虫哦 是啊 我们这里有很多负责收萤火虫的虫头 你们收了那么多萤火虫 做什么用啊 当然是要卖呀 不瞒你们说 为了卖萤火虫 我还在网路上开了一家店呢 而且 那些需要成千上万只萤火虫的大客户 还会专门派人来采购 啊 买成千上万只萤火虫 要那么多萤火虫 做什么啊 当然有用啊 现在都市里不都流行什么萤火虫主题公园吗 你想 那么多的萤火虫 从哪里来的 还不是从我们乡下山里抓的 可是 我怎么听说 主题公园里的萤火虫 都是人工繁殖的呢 那都是骗人的 萤火虫的成虫只能活两个星期 而且 它们对生态环境要求又特别高 想要人工饲养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 你们在主题公园里 看到的那些萤火虫 都是野生的 不信你们等晚上看看 这附近村子里的人 都会出来捕捉萤火虫 萤火虫现在已经成了我们这里新的发财方式了 晚上九点后 一辆辆摩托车便会从村子里驶向野外 又抓到了一只 今天收获可不少啊 老弟 今天抓多少了 应该有两百只了吧 不赖嘛 那你今晚又赚了一百多块钱了 你可真厉害啊 两百只算什么 隔壁村的老王有一天晚上抓到了一千多只呢 原来我们在主题公园里看到的那些萤火虫 竟然都是从野外捕捉来的啊 是啊 再这样抓下去 那野外的萤火虫是不是也会越来越少呢 是啊 萤火虫发光是为了求偶交配繁殖下一代 它们被如此大肆捕抓而丧失了繁殖的机会 是会影响当地萤火虫族群数量的 而那些被卖到都市里的萤火虫 也因为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态环境而快速死亡 唉 昨天一个晚上又死了好多萤火虫 是啊 它们根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嘛 几乎都撑不了多久 老板 你看 昨天晚上又死了好多萤火虫 嗯 你们把这些虫的尸体清理一下 我刚刚又订了五千只萤火虫 死了就死了 再买就有了 要知道 现在萤火虫可是非常受欢迎的 然而两年后 乡下野外的萤火虫也越来越难见到了 嗯 这里的空气好新鲜啊 老公 这里晚上真的有很多萤火虫吗 我听朋友说它两年前来过一次 这里一到晚上 萤火虫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是吗 我等不及想看看了 咦 怎么回事 没有萤火虫了 真奇怪 真奇怪 难道我们来错地方了吗 先生 请问你们这里有萤火虫吗 以前是有很多了 这附近到处都是 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那我们 怎么等到现在 连一只萤火虫都没看见呢 别说你了 别说你了 就连我们本地人也都好久没看到萤火虫了 可不是吗 这两年 萤火虫都被抓光了 被抓光了 抓萤火虫做什么 萤火虫在城市里不是很受欢迎吗 萤火虫展和萤火虫主题公园都需要大量的萤火虫啊 而那些萤火虫可都是从我们乡下买去的 啊 是啊 以前我们都以为萤火虫是抓不完的 哪里知道才两年的时间 我们这里就已经看不到半只萤火虫了 现在还有多少人在野外见过萤火虫呢 萤火虫为什么会成为了稀有物种 许多环保人士纷纷意识到了这点 并采取了行动 天啊 真没想到 这些萤火虫被带到这里后 竟然只能存活短短几天 而且 他们也无法在这里繁殖 是啊 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牺牲掉成千上万只萤火虫的性命 很多地方的萤火虫展 都因为萤火虫大量死亡而备受非议 现在抵制萤火虫主题公园的人越来越多了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喜欢这种可爱的昆虫的 我们宁可不关上它们 也要保住它们的生命 你说对吗 对 你说的没错 我要告诉我的朋友们 请它们也不要来萤火虫主题公园参观 嗯 谢谢你 让我们一起拒绝将萤火虫商业化的活动 请大家不要让城市成为了萤火虫的坟墓 我们在一起拒绝将萤火虫的坟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虎伟镇新南里逐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尽情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八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受八关灾戒重解脱因 念弥陀圣号 求生极乐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举办八关灾戒及弥陀要解开示 恭请赞江法师赞同法师共同传授 日期12月2日星期四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那么我们接着说这个九五级一行人 他们离开了三叶寺 往这个捏唐的方向前行 途中九五姐的另一个大弟子摩义师 在她的盛情邀请之下 九五姐便决定留在拉萨小住 而且参观了现在的大昭寺 九五姐刚到大昭寺门口的时候 就在迎请她的队伍里面 看到有一个身材高挑 皮肤泛白的人 对她大喊 欢迎大奔之大 胜利胜利 见到之一幕呢 九五姐呢 立刻翻山下马 要冲过去 大家呢 一旁面面相去 一脸猛然 就问道啊 请问您这是在做什么 九五姐说 难道你们没看到有一个皮肤很白的人吗 大家纷纷点头 都说啊 看到了啊 那有什么特别的吗 尊者答道啊 那位是我的本尊观音菩萨 我想到面前去礼拜 但是追不上他 不管怎么说呢 接下来呢 就是九五姐就进到大昭寺里面 进行参观 当时呢 他见到一尊吐蕃时期的国宝级观音像时 心中为之一振 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 比这更惊艳 更殊胜的观音圣像 他跟个观音本尊呢 毫无二致 于是呢 就做了许多许多的供养 接着呢 尊者又见到九五佛 他再次发出感叹 这跟释迦摩尼佛没有任何差别 这就是佛陀本尊 于是呢 就马上找来了一位尼泊尔 也有可能是印度的一个画师 吩咐他 画一幅坦卡 要跟九五佛一模一样才行 于是呢 这位画师就画了一幅 五尊佛陀 九五姐一看呢 说道 不像不像 重新画 所以呢 画师又画了一幅 可九五姐呢 仍觉得不够满意 总之呢 就这样 反反复复 一共画了七次 终于呢 到了第七次的 第七福的时候 九五姐才比较认可 于是呢 就把支付坦卡留在了他的身边 作为这个祈祷的对象 后来呢 虽然呢 他想把支付坦卡呢 寄回印度 但一直没有机会 最后呢 支付坦卡就留在了 尼堂寺 至于现在何处呢 我们就无从知晓了 那么九五姐在 住在这个拉萨的这段时光呢 莫医师等很多人呢 从尊者处啊 领受了很多惯底 同时呢 他们也一起翻译了 度母成就法等等 不少的这个秘法典籍 尤其是在莫医师的恳求下 九五姐开演了 中观新论事 思泽业 当时所讲的这些内容的 精华和口诀呢 都被翻译成了藏文 现在也可以看到 与此同时呢 尊者也讲说了一些有关 绿点的内容 不管怎么说呢 九五姐来到藏地之后呢 原本呢 心里有一些 弘法立胜的想法和打算 比如说呢 上堂课我们提到啊 小乘有四个根本部派 大众部 说一切有部 上座部和正两部 而当时呢 藏地的僧人 所受的这个出家戒 全部都是来自这个 说一切有部 而九五姐呢 想要将另外三个部派的 戒传 也都传入藏地 这样一来呢 藏地就可以完整的 具备三个部派的僧团 但是呢 但是呢 由于在此之前呢 印度的部派之间 就有互相争吵不合的先例 因此呢 就觉得藏地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所以呢 就制止了九五姐建立四部僧团的打算 所以呢 甚至今日呢 藏地所有的僧众都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僧团 总而言之呢 九五姐的这种种种计划呢 最后 最后呢 都未能实现 连他自己也感叹道啊 不让我讲秘法 不让我讲这个朵花金刚歌 现在连僧团也不让我见 那我来藏地还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呢 几十年之后 米勒尔巴尊者也曾经对港伯巴这样说过 藏族人太笨了 不让阿底侠尊者这样的精通秘法的人 讲说秘法 简直就是愚笨至极 可能这个 Hong Kong 我一定将设 我永远要潮树 我我只я可该 Tenemos录用的 在台湾上面 毙的空津 他怎么知 新猪一国 conscienza 我们的千金 我们動画必须 都是 squeeze 有点 没 Zither Harp Zither Harp